好,那今天我们就来为大家讲解打作业的最后一节 同样也是我们Motion课的最后一节了 好,我们接下来接着上一节课所讲的 继续为下边的一朵云彩添加位移关键帧 那上来我们就直接开始制作了 那不要话不多说,也不要浪费大家太多的时间 因为大家确实能够看30多节课也非常的不容易 然后我终于把这门课录到了最后一节 也真的非常不容易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我 好,那下边我们同样是为这朵云彩添加关键帧 还是跟之前一样的效果 那在这里稍微的位移来插入一下我个人的信息吧 希望同学们可以看到最后一节 并且坚持到看到最后一节的同学们 你可以通过微信联系到我 那下边我告诉大家我的微信号 智凯下斜杠animation 你可以在微信上找到我 对,除了这个方式呢 你还可以在UI中国上关注我 我就叫马智凯 你在UI中国上搜索马智凯就可以看到我 我会在里边发布一些我做的动效 发布教程,发布关于动效的种种信息吧 会告诉给大家 因为这也是最后一节课了 如果我再不告诉大家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来联系我 好,那现在这个动效渲染之后就做成了这个样子 好,那这个动效我还会继续往下做 来继续为里边的所有的 那不是所有的,是为里边我需要让它动起来的元件 给它建立,让它会动的关键帧效果 下边做到了这只小船 那我现在就也是要为这只小船添加位移关键帧 同时加上一次旋转 好,大家仔细看我是怎么做的就好了 那接着刚才说到的话题 因为这是最后一节课了 如果我再不告诉大家联系方式 可能大家真的就再也找不到我了 我也不知道以后如果下次再推课程到底是什么时候 因为每次录课程还是很花精力 很花费时间的 对,然后大家可以通过我的微信号 再次出现在屏幕上 微信号可以找到我 然后可以关注UI中国 找到我的名字就能搜索到我 希望同学们多多关注 好,接着不多说那么多了 然后接着来做这只小船的运动 看到我刚才建立了一个旋转的关键帧 对吧,就是为了让小船能够瞬间的向左向右这样的跑来跑去 然后还有一个位移关键帧 我们来播放看一下 小船跑过去 小船跑过去 位移过来 好,那在这个地方小船被 被下边被上边的一个蓝色的涂层挡住了 对吧,我们现在 我先把它往上边移一些涂层 看一下 它还是没有出来 对吧,看到它还是被蓝颜色的那一层挡住了 那下面我就要调整它的Z轴 然后让它让往前走 好,这里已经出来了 18就出来了 我们把所有的Z轴关键帧都调节到18就好了 好,再来看一下小船 小船有了一个前进 右转的过程,对吧 那下面我来选择这个小汽车 同样来为小汽车添加位移关键帧 我们让小汽车也有一个位置运动上的变化 那见错了 应该是小汽车应该是往下边走的 对吧 我们再来调整一下关键帧的位置和时长 好,第二帧 小汽车 再往后走 小汽车应该下来 好,这是第三帧 再向后走 第四帧 时间稍微长一些 让小汽车向画面的右边走 好 来看一下小汽车 就有了一个位置上的移动 好,调整一下关键帧的时长 然后来到关键帧编辑器 我不希望小汽车在这个地方是旋转的轮跑 运动的 那我们把它的这个调节点全部缩回到原点 那就变成了一个直线运动的效果 好 关键帧 关键帧编辑器 我们来看小汽车 好,这样小汽车就跑走了 再来播放看一下 好,同样来调整一下小汽车的吐层位置 我们让小汽车 我们让小汽车藏在房子的后边 我们先要找到房子的图层 好,我们把它往下挪就好了 下面继续为另外一辆小汽车建立位置移动关键帧 第二帧 好,再往后走 下面建立第三帧 好,最后一帧 最后一帧 小汽车的位置发生变化 好,同样来对关键帧进行编辑 我们让它是直线运动 好,这个样子就好了 好,下边来渲染一下 好,两个小汽车也建立好了 位置运动关键帧 好,那下边继续 我们来看还需要给谁添加关键帧 这里风车 我们来为风车的扇叶建立旋转关键帧 让四个小风车的扇叶全部可以旋转 好,直接添加旋转关键帧 然后来到画面最后一帧 添加关键帧 我们直接对整体旋转进行关键帧的编辑就好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对它的旋转进行编辑 让它能够转起来 好,我们来播放试一下 看到画面中 这个扇叶就有了一个旋转的变化 好,再继续做一点点的微调 好 好,那这个扇叶就做到这个样子 那我们下边继续为 另外的其他三个扇叶 同样添加旋转关键帧 第一帧和结束的一帧添加旋转 最后一帧 第一帧添加旋转关键帧 旋转 来为最后一个添加旋转关键帧 好,对它进行旋转 好,我们再来渲染 播放看一下效果 好,四个扇叶同时有了一个旋转的运动效果 对吧 这个地方扇叶出现的稍微早了一些 我们让让风转的身子出现的稍微快一点 跟随扇叶 好,这样子有两三帧几乎是看不出来的 好,那下边我们来整体播放看一下 能看出来现在画面的整个运动效果 对吧 好,下边那我就是需要在对画面中的某些小的元素做一点微调 好,先来到这里 这个地方我们把彩虹的三个遮罩关键帧 速度让它变得稍微慢一些 好,再继续渲染 好,我们再来全屏看一下 那整体的效果基本上就是画面中出现的这个样子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最后来为大家讲解的大作业的一个案例 里边其中运用的效果呢 也不是把我们所有Motion 5课程中所讲的每一个知识点都运用到 但是这一个动画效果确实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动画效果 也是比较简单,比较好操作的 而且效果让起码一个不懂动效的人看起来 哎,做得还不错,对吧 这个效果就已经达到了我们简单实用的一个练习的目的 好,那这个作业就是最后 最后在Motion 5的基础课程中为大家分享的案例 好,那我们所有的Motion 5基础课程都已经讲解结束了 那希望同学们可以在课下与我联系 那在Maz学院的同学社区或在UI中国上都可以留言给我 好了,同学们,我们以后再见吧